继续节目时间 永泰地产大坑昇华在3年前开售 项目提供103个单位 到现在累积卖出80个 楼盘上个月开始收楼 现在有药膜15个单位已经交楼 今天看看其中一个 600多尺两房单位的交楼质素 浴室不少云石有裂痕 另外由于地方所限 衣柜要摆入浴室 位于大坑华伦街9号的昇华 是旧楼重建项目 由永泰地产发展 楼盘附近有多个新发展的住宅地盘 前后被两个楼盘夹住 一个是已经落成的上联 另一个是正在发售的coho 隔离就是从事街重建项目 附近的地盘密密密密 对昇华单位的景观有什么影响呢 可以参考这个低层单位 测浪师说在市区收购旧楼 地盘面积通常都不会很大 一般会做一支支单栋楼 发展商在设计这个楼的楼形的时候 都要考虑到彩缸和尽量拉远一点距离 所以你看到好像是这栋楼来说 它在同隔离的地盘 它都是有一个setback 发展商有刻意设计泳池的摆位 这个泳池就变了另外一个特色一个景观 就是减低了楼和楼之间的压迫感 也可以看到泳池有水 就比较好似好一点 这次看的单位是低层A室 实用面积612尺 业主去年年家具热约1300万买入 客厅大概160尺 向西北望维港那边 为了拿尽景观采用大量玻璃 但是变相墙身少了 想寻覆完整的墙 靠墙摆家具也挺难 基本上你是没有位置 可以摆一张梳化直望电视 譬如好像现在发展商 它随屋送了这张梳化 这张角形的梳化 但是其实如果要直望去看电视 我就只能够坐在这么小的空间 来看电视 全屋有两间房在走廊里面 小房50尺左右做了书房 看到这间房的窗台 和主人房的窗台 只是以玻璃分隔 而不是常见的间隔墙 相信是为了方便业主日后 打通两间房来用 主人房是套房设计 未计套似有大概80尺 放了双人床之后 仍然可以三边落床 原因之一是因为房里面 用来储物的空间很少 只是一个小的衣柜 空间有限 发展商索性 把另一个衣柜 放在图瓷里面 测量师说设计很奇怪 大家都知道浴室 其实是比较湿气重的 但如果是做了衣柜 放衣服就要留意一下 因为如果房潮做得不好 就很容易会发霧 好在发展商都在衣柜里面 加装了一支防潮管 但相信功效未必足够 可以做到完全防潮 黑刺武昌 是黑刺 铺了大量灰白色云石 用料属于高档刺 不过部分石材就要再整整整 这个林浴坑的地台 是做了一些防滑的 跟外面不同的 外面的樺面的 有好处的 因为你不会滑 但是很多地方 做完之后 有些细 有些蚤蚤 有些蚤蚤就做好 这些就一定要做好 因为这些一块一块的细 我相信很多事业主 都不会接受 看看这边 其实整件石是断了 这些要换石 揭开检查洗面盘下的水后 没有漏水 但是手工令人失望 至于单位的厨房 在大门右边 里面有齐基本的主食用具 包括电磁炉 微波炉等等 为了凸显气派 更备有红酒柜